八位由這個眾議院軍事委員會情報與特種作戰小組的副主席莫菲所這個帶領 那他包含了軍事外交國土安全以稅計四個不同的委員會 來一邊來爬國會議員 就是說美國很關心臺灣 也標示對臺灣的收聽 那剛剛我們看到另外就是美國空軍的副參謀長 他說美國要做的事情就是如果真的中國要打臺灣 那美國會去打中國的後勤系統 那後勤補給 那另外就是他提醒中國 那個海峽九十英里一百四十五公里 那是你要打是非常非常艱難 美國會讓你變成一個世界上歷史上最艱難的軍事行動 大概是他的意思是這樣 那意思就是說什麼 意思就是美國用這個國家的力量在挺臺灣 這是小英跟臺灣現在在做的 那朱立倫一直說對話 對話你就沒辦法把他做動了 大概是這樣 你要對話 那要人家要跟你對話 他現在要對話的基準 他就打你嘛 之前朱立倫說 對嘛 朱立倫說九二共識是沒有共識的共識 結果習近平這邊打你臉 就跟你說你這樣子講是不對的 那後來朱立倫有出來回什麼嗎 也沒有啊 就吞下去了 那我要講的就是說在烏厄戰爭之後 其實不是只有美國在關心臺灣 是全世界都在關心臺灣 我有一個朋友 他叫到瑞士去 他前一個月的時候回來 帶他的這個瑞士先生回來 你知道他第一時間就跟我們討論什麼 討論說中國跟你們現在是不是很緊張 會不會打起來 因為我們在瑞士都覺得你們快要打起來 對 在外國看非常緊張 是 非常非常緊張 所以全世界其實對臺灣都這麼緊張的狀況底下 臺灣自己的內部的在野黨的黨主席 在這個時間點 在軍演的時間點 派自己的副主席到中國去 你知道嗎 外國人就覺得很奇怪 那你們到底人家要打你們 為什麼你們自己的在野黨黨主席還派人出去 到底所謂何來 所以今天德國之聲的這個總編輯問的話 其實不是只有這個媒體的關心焦點而已 是全世界的關心焦點 而他問的這一些話 也是夏立妍出訪之後 其實我們在媒體上面 其實多次的討論 希望朱立倫 希望國民黨講出一個所以然來 為什麼在這個時間點派夏立妍出去 可是都沒有 那為什麼會問到 建設有當上去 因為就是真的答不出來 不是只有我們在問他答不出來 是包含德國之聲問他也答不出來 當慎政說 因為德國之聲的問題太針對性了 可是我要跟大家報告 德國之聲 你要昨天看完朱立倫的採訪之後 你知道我回過頭 去看德國之聲在一個禮拜前 播出的跟吳釗燮的專訪 就我們外交部長吳釗燮的專訪 他也很尖銳 他直接就問他說 我們訪問過國民黨的朱立倫主席 朱立倫主席認為現在臺海的緊張是因為我們 是因為執政黨民進黨的這個挑釁 你認為是怎樣 他就非常穩重的講出來 他覺得這是政治的操作 這是政治的口水 我們全世界現在怎麼對臺灣 而中國的政權怎麼樣改變 所以我們必須要讓自己更強大 另外他在接受完專訪之後 他用一個正式的方式 有一個新聞稿 把外交部所有的立場 講清楚說明白 讓這個整個專訪裡面 能夠再定調外交部的部長 他的立場是如何 而國民黨呢 國民黨昨天朱立倫這個專訪播出之後 大家莫名其妙的笑 第一個笑朱立倫的英文不好 第二個笑說怎麼一個東主席 建設轉上去 而且他是劉美的教授 劉美的博士 所以大家會覺得說 你怎麼這麼不堪一擊 然後人家只是幾個尖銳的問題問你 你完全沒有辦法說出一個道理 道理說他不應該沒有力量招架 是 為什麼 因為他當主席又選過總統 現在接下來還要再選總統 而且這更離譜的是 你知道嗎 像這樣子的聲明 你如果覺得說這個記者斷章取譯 你應該用一個正式的聲明 放在你的臉書 不可能斷章取譯 他直播 是 我的意思是說 你有可能覺得說 我在訪問的過程當中 他一直打斷我為什麼 你應該用一個更完整的聲明 把它寫出來 對不對 結果他在他臉書上面 沒有 他你知道國民黨這兩天的臉書 一直在發什麼 在發徐曉星 在說徐曉星在笑那個所謂的陳時中的 正二代的事情 對這件事情 對他們黨主席接受德國之聲 對於國家 對於兩岸政策的一個這個政策 重要的態度 他們完全沒有說明 完全都是閃避的 朱立倫我認為他已經失去了 二零二四年參選總統的資格 為什麼 從這個專訪就是最大的扣分 他不專訪還好 一開始一直閃躲問題 避重就輕 不直接回答 或者就是一直重複 然後最後惱羞成怒 甚至跟這個記者對嗆 我真的覺得他這樣子這種這種沒辦法控制自己的情緒 甚至怎麼樣 人家拿的是政大選言中心的民調 說你國民黨的支持度是百分之十四 你不知道虛心檢討 你還說不要相信那個民調 我們的支持度在增加 政大選言中心是他沒有什麼政黨制裁 他做了三十年的民調 你起碼你尊重 他沒有 他就要做他不要相信 所以我是覺得蔡英文 我不管你知不知他 起碼他到目前單純總統這六年 你沒看過他生過氣 這就是一個領導人 基本的條件 我認為朱立倫他如果是這樣的話 他不但是鬧了一個笑話 鬧的是國際的大笑話 對不起 鳳老師請教一下 那朱立倫去美國的時候 美國應該也會有很尖銳的問題問他吧 但他不敢 他在美國他不敢怎麼樣 他不敢他在美國人面前 他不敢怎麼樣 不是 他也打不出來 如果這樣的話 對 所以我覺得人家問他說 你為什麼這個時候 今天要派夏立言去 他就講一個兩岸責貌很重要 第一個我們在中國有一百萬的民眾 所以他要照顧他們 問題是你今天這個事情 已經不是綠營人在罵你 是整個臺灣都在罵你 不好意思 我覺得德國之聲 那個記者是跟他說 你說你照顧一百萬 去看一百萬臺商 他沒有質疑這個 他質疑的就是說 你是在野黨 你去官方接觸 你能做什麼 你能做什麼事情 對不對 對 他就他也 不是讓他搞分裂嘛 對 他就一直想說 我們要照顧這一百萬人 可是你今天照顧最終是一百萬人 偷你好了 可是你得罪的是兩千兩百 這百萬人 因為大家都覺得不應該這時候去 然後他還講 主委員有講到說 我們有在中國官方面前 表達我們的嚴正的抗議 就是我們對於傳達中國 沒有看到 沒有看到 他講了兩三次 你拿出證明來 下立言 你什麼時候跟誰講了 你這個這個林祖嘉 你在跟這個在參加視訊會議的時候 下立言可能去上廁所的時候自己講的 自問 自答就對了 不然我都沒有看到 因為上次說 我有講你們要抗議 我要抗議 我要抗議 對不對 自己在那邊唸 沒有用嘛 就我我覺得真的 就像那個馬應久說他私底下有跟習近平講 一中各表 公開給我們看看 所以你看張三這二零一九年他接受德國 之爭訪問 那是十二月 他說有啦 九二共識跟一中各表是綁在一起的 對岸並沒有說不要 抱歉 他不曉得那一年的一月二號 習近平已經把 二零一九 一月二號 同一年 他已經把九二共識等同一國兩制 可是你你既然過了一年 過了十一個月 你還說 他們沒有否認這個 這個一中各表 他以為德國之爭 很好欺負 所以我真的覺得國民黨 今天要罵的人是誰 罵的是習近平 你要站出來罵他 過去一中各表 當時講的沒錯 過去他對方 可能是我也不否認 我也不承認 可是現在人家是公開的否認 一中各表 你國民黨要罵的是習近平 結果你不罵習近平 你還幫他講好話 那難怪你現在變成里外不是人 結果你這樣做了之後 反而也有讓中國看不起 我就是給你國民黨穿小鞋 你怎麼樣 頂著我們 усп嘟到了 兩邊 我們上門 爸 第一天 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